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有个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 且位于印度和中国两大国之间的国家 直到1974年之前 都不开放旅客进去一探究竟 这个国家会评估国民幸福指数 拥有完全免费的医疗保健 而且在街上看不见游民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关于不丹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而且以上提的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呢 让我们从第16点看起吧 第16 完全没有游民 再不丹 没有人会流落街头 如果有人失去家园 他们只要去找国王 就能得到一块土地 可以在上面盖房子并种植作物作为食物来源 第15 免费医疗保健 每位不丹人民都有享受免费医疗的权利 该国卫生部的目标是让这里成为最健康的国家 看来他们正一步步实现当中 人民可以决定要用传统或一般的治疗方式 而且完全免费 第14 不插电的生活方式 直到1999年之前 不丹的电视和网路都是被正式禁止的 不丹人民非常重视他们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 而且国王采取了重大的措施来保护他的人民 免受歪来影响 但是要让整个国家与现代技术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国王最后决定解除禁令 因此 不丹是世界上最后使用电视的国家之一 网路于此之后便开始出现 第13 全国性服饰要求 说到传统 不丹人被要求在公共场合穿着传统服饰 这个全国性的服饰要求已经存在了超过400年之久 男人穿着被称为国的厚重及膝长袍 女人则穿着被称为奇拉的一件式连身裙 你甚至可以借由垂挂在左肩的围巾颜色 来辨别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一般人用白色围巾 而贵族和僧侣则用黄色围巾 第12 禁止吸烟 在2010年 不丹国王颁布了一项禁止种植 采收和贩售烟草的法律 使不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的国家 这里无法购买香烟 而且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 有幸能进入这个国家的游客 必须支付攜带香烟的巨额费用 若被抓到试着走私烟草 则会被处以巨额罚还 甚至面临刑事指控 不丹非常注重生态和自然 根据当地法律 该国总面积的至少60%必须是林地 目前这个比率大概是71% 他们做得非常棒 因为这是当地人们所希望的 所以也是意料中式 在2015年 不丹人民还曾经在一小时内 种植了5万棵树 打破了世界纪录 幸亏如此 不丹是世界上唯一的负碳国家 表示这里吸收的二氧化碳 比制造出来的更多 真有你的不丹 第十 他们爱吃辣 在几乎所有的不丹菜中 最受欢迎的食材就是辣椒了 旅游理事会甚至还注意到 不丹人无辣不欢的情况 他们的官方国菜叫做 Emma Dachi 是用辣椒和当地乳酪Dachi 做成了一个美味炖菜 这是几乎每一餐都会出现的常见主食 可以加入洋芋 青豆 蘑菇 或蕨类植物来自由变换口味 如果真的想试试不同口味的话 可以加牦牛乳酪 没错 就是从牦牛身上取得的哦 第九 旅游阻碍 要知道 不丹对于保留他们传统独特的文化 是非常重视的 这就是为何要到他们国家旅游 会如此困难及昂贵 只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 才能尽到不丹 就技术上而言 一对夫妻或独自一人前往也可以 但这样的话就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 所有文件和签证 都由国家指定的公司签发 在拿到许可证之前 也必须预先付金所有花费 包括交通饭店各项费用 旅行社 导览服务 签证和保险等等 旅游期间会有一位导游全程陪伴 而且 他们只会允许你去那些专门为旅游而设计的景点 如果你已经在考虑预定行程的话 要确保你准备了足够钱 可以支付你预计停留的天数 那是每晚每人250美元的费用哦 第八 女士优先 在不单 妇女是受到尊重和尊敬的 其传统的继承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所有的身家财产 如房子 牲畜和土地 都归于大女儿 而不是儿子 他们期待男性靠自己的力量赚取财富 第七 百分之百有机 还不完全是 但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当中 而且很快就能实现 在那里 进口或使用任何化学产品 都是违法的行为 他们所用的一切都是在国内栽种的 而且全都是天然的成分 第六 他们把食物摆在屋顶 不单的冬天非常严酷 所以他们必须利用温暖的季节 来确保有足够的食物 可以度过寒冷的月份 秋季的时候 不难看到摆满了红辣椒的屋顶 这是为了冬天的到来 而须先晒干的准备 在田间也随处可见到 被堆成圆锥状的一堆堆稻杆 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直接打鼓 所以在能够进行这个步骤前 会先保持原样 辣椒和米饭 能够让不丹人快乐地度过整个冬天 第五 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 才能飞往不丹 这一点不是为了隐私 也不是为了保存古老的文化 而是因为技术和安全问题 帕罗机场是那里唯一的机场 位置极为优美 可以欣赏喜马拉雅山脉的壮丽景色 但它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之一 并不是每个飞行员都能在山峰之间操控自如 并成功降落到长1980公尺 且仅邻住家的高速公路上 再加上强风 你就能了解到为什么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只能在白天进行了 世界上只有八名飞行员能够执行这个任务 他们每年共计运送约三万人 如果你到不丹义游 可能会爱上这片土地 但尽量别爱上当地人 不然你可能会很受伤 因为这是一个禁止与外国人通婚的国家 当两个快乐的不丹人坠入勤网并结婚时 僧侣们会在婚礼上送金祈福 他们相信这个传统将有助于辛坤夫妇 在心理层面建立紧密的连结 另外还有一个酒祭仪式 这是将当地作物酿出来的酒献给神灵的仪式 在献酒之后 会把剩下的酒给新娘和新郎共享 当仪式完成时 这对夫妻就成为一个家庭 然后依照规定 男方会搬到女方的家里 等男方赚到足够的钱 他们才能搬去新房子住 不单于2008年建立了国民幸福委员会 来照顾人民内心的平静 他们是世界上唯一设有官方幸福部门的国家 他们认为GNH 就是国民幸福总值 与GDP 国内生产总值 一样重要 在2015年 他们发起了一项广泛的调查 来了解人们的快乐程度 就连人口普查的问卷上 也有栏位可以表达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 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91%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 有43%的人觉得自己非常或全方位都感到快乐 在这个国家 人们的生活品质取决于财务状况和心理价值之间的平衡 第二 少有人走的路 布丹的所有道路号制都是手工绘制 这个国家的首都 亭布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红绿灯的国家首都 其实这整个国家都没有红绿灯 交通警察是用手动方式指挥车辆行进 而且主要道路上的警察亭 是游客必来的城市景点之一 不单人很喜欢装饰他们家 他们会在墙壁画上鸟类 动物和不同的图案 使这些房子看起来像现实生活中的江炳屋 他们的房子是三层楼高的小建筑物 一楼是饲养动物的地方 生活空间位于二楼 三楼则用来储存干草堆 也许这会让房子的隔热效果更好呢 虽然这里有各种禁令和严格的规定 不单人民还是非常友善和快乐的 这个国家还有着令人惊艳的自然美景 所以如果你计划来这里旅游的话 我敢说一定会是一场难忘的旅行 那么你想来不单一游吗 请分享在留言区中吧 如果你今天学习到了一些新东西 那请给这个影片按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但是嘿 千别急着离开 我们还有超过2000个有趣的影片供你观赏呢 只要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下之后就可以尽情享受了 继续留在亮生活频道吧